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这颗季节的菠菜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 菠菜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C、维生素K等多种营养素 常吃菠菜对身体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今天我用菠菜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向盆中浇适量菠菜 加入适量的清水至没过菠菜 接下来往菠菜表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小苏打 然后用手晃动一下菠菜 使食盐和小苏打融化 将菠菜放在淡眼水中浸泡五分钟 时间到以后 现在我们来清洗一下菠菜 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小苏打可以分解农药残留 加入这两种东西 可以让菠菜洗得更干净哦 洗好之后我们将菠菜捞出来 放在案板上 用刀把菠菜的根部切掉 菠菜根我们是不需要的 切好之后将菠菜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 用刀先将胡萝卜的头和尾切去 然后再切成薄片 最后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后将胡萝卜丝放入到碗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蒜 先将大蒜切成蒜片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装入碟子中备用 锅中倒适量清水 盖上锅盖 用大火将水烧开 水开以后 我们将菠菜和胡萝卜丝 一次放入锅中 用大火焯水两分钟 去煮菠菜里面的草酸 这样可以让菠菜吃起来口感更好哦 两分钟过后 用肉勺将菠菜和胡萝卜丝捞起来 然后放入冷水中 过一遍凉水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捞出来捏干多一些的水分 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向碗中 加入一小把粉丝 倒入100摄氏度的开水 将粉丝浸泡10分钟即可 将粉丝浸泡10分钟即可 接下来向碗中把握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将鸡蛋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烧油油热后 我们把蛋液均匀的倒入锅中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煎至鸡蛋饼一面定型时 用锅铲将它翻个面 煎至两面定型时 之后将鸡蛋饼取出来放到案板上 用手中鸡蛋饼的一端开始卷起来 煎好之后 我们用刀将鸡蛋饼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再把菠菜胡萝卜丝加进来 10分钟过后 粉丝已经泡得有点软了 我们控水捞出来 放到提前烧开的水中 焯水两分钟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两分钟以后 把它捞出来 放入碗中 再加入切好的蒜末 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提鲜 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陈醋 一勺辣椒酱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让所加入的食材和所加入的调味品 能够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这样吃起来才会色香味俱全哦 搅匀之后 我们将拌好的菠菜 粉丝 胡萝卜 鸡蛋 一字装入盘子中 就可以开吃了 菠菜 菠菜这样做太香了 不但营养丰富 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 菠菜虽然好吃 但是我们一定要切记 吃菠菜的时候 不能与这两种食物同吃哦 第一就是豆腐 豆腐含有硫酸钙 而菠菜里面还有草酸 两者相结合的话 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 第二就是黄瓜和牛奶 黄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两者相结合的话 菠菜当中的维生素C 会被黄瓜中的分解媒泼坏掉 菠菜里面的草酸 也容易和牛奶里面的钙质相结合 从而影响身体对钙质的吸收 所以菠菜不能和以上的食物同吃哦 大家记住了吗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贵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哦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